南投市福山工 长年以来一直接受管理 位在宫庙前方的福山里办公室 主委张正雄表示 这栋建筑物当初是中央及地方三队等 分摊兴建费用 所有的维修费用及厕所兴建 都是工内支出 南投市公所现在却莫名其妙要收回 于是村民集体向陈汉立一远陈情 希望能居中协调 福山工是三百多年的历史 以前办公室这都是由三队长去 由我们福山工管理 最近公所说这三个都他们的 这从头到尾都是由福山工管理 水电无论中间当菜及维修 都是福山工管理的 现在莫名其妙 公所说他们的 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做 我们八岁我也不知道 陈汉立议员说 虽然土地是工所的 但几十年来的维修费用 全是福山工委员会支出的 况且福山里目前已经有了 自己的理办公室 建议施工所将建筑物卖给福山工 土地产成租方式 圆满解决这个问题 虽然财产登记在施工所的名下 可是所有的建筑费用 维修费用都是福山工这二三十年来 来支出的 那现在福山里也有自己的理办公室 是不是呢 就是施工所用财产买卖的方式 把这个上面的建筑物呢 来卖给我们的福山工 然后土地由福山工来成出 那这样子就可以圆满的来完成这样子的问题 陈汉利议员与在地居民公庙委员们 以及南投施工所相关客室主管 一起召开三方协调会 会中陈汉利议员充分表达居民的心声 并希望公所站在民众的立场着想 希望说施工所考量我们在地人的想法 因为整个福山工的水电跟所有的维修费用 旁边的厕所 还有921事后上面加盖的屋顶 都是福山工花了好几百万来盖的 希望我们施工所可以做出一个 两边都可以满意的答案 让在地的居民跟我们福山工来做使用 协调会上陈汉利议员希望公所 能做出双方都满意的答案 让这栋建筑物继续让在地居民使用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